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大尺度剧中最励志,励志剧中最大尺度的AVD王已经为大家解释完毕 接下来惊悚哥会为小伙伴们竞选一系列亚洲地区突破伦理禁忌的犯罪惊悚篇 我们把这个系列命名为亚洲破伦理 破是突破的破,破碎的破 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前野中信主演的日本伦理片《我的男人》 影片讲述的是养父与养女的不伦关系 但是最后的细节分析会告诉你,它们之间的步伦远超你的想象 故事是从一场地震开始的 从海水中奋力地爬了出来的小花,亮亮强强地行走在废墟中 这里曾经是他的家,现在都已经火于一旦了 正当他忙让无措地望向四周时 一位救援人员的出现将他带进了灾暴聚集的体育馆中 体育馆里到处都是抱着失去亲人尸体嚎啕大哭的人 父母已经不在了的小花异常的平静 他抱着工作人员分发的一瓶矿泉水 坐在一座破烂的小屋边整理头发 一名老夫人从屋里闪出来,悠悠地对小花说 我的家人都找不到了 小花认识老夫人,这是他的邻居 小花问他,你要喝一些水吗? 老夫伸出手说,那就喝一些吧 小花却一把抓过这瓶水,紧紧地抱在了怀中 他现在只有这瓶水了,能抱紧的也只有这瓶水了 画面转过,男主纯悟是一名救生员 本来他在文毕还有任务 但今天一早得知地震的消息就急忙赶了过来 因为他叔叔家就在这里 这时,抱着矿泉水的小花亮亮牆牆走过来 淳屋一眼就认出他是叔叔家的小女儿 便蹲下来亲切地问道,要喝水吗? 小花懵懵懂懂地回答说,要 淳屋将他怀中的矿泉水拿了过来 然后拧开还给了小花,问道,你的家人哪? 小花抱紧了拧开的水,直了直林一边的棺材 淳屋这才明白,他的父母已经遇难了 这时,一名同事过来问淳屋 你不是要去文别工作吗? 淳屋看了看小花,笑着说道 我还有一个亲人在这边 接着,他一把抱起小花继续说 这是我的孩子了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办理 小花被淳屋领养了 在回家的路上 小花似乎想起了地震时父亲逆亡的场景 不用得吓得哭了出来 淳屋紧紧地抓着他的手安慰说道 别怕,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男人了 感受着淳屋粗壮结实的手掌上传递过来的温度 小花渐渐平静了下来 一晃几年过去,小花已经上初中了 这天淳屋的女友玉琪小姐来找淳屋 小花笑着迎乐过去告诉玉琛小姐淳屋不在家 玉琪小姐有些疑惑地问道 她是去上班了吗 小花没有回答 反而指着玉琪的发誓说 阿姨这里好漂亮 玉琪打量了一下小花 打趣说 你现在就涂口红还早了一些 小花离合脸色一变 目光中流落出不悦的神色 玉琪似乎并没有在意这些细微的变化 独身回了警局上班 晚上,淳屋来找玉琪 两人一番云语后 玉琪提出了结婚 然而淳屋却面无表情的不知可否 玉琪的神色变得落寞起来 因为刚才在云语的时候 她偷偷翻了淳屋衣服的口袋 从中翻出了一个精美的耳钉手势盒 晚上,玉琪来到淳屋家中 正巧看到淳屋和小花在嬉戏 因为在养父怀中的小花 甜蜜地瞬息着她的手指 淳屋也很享受地瞬息着小花的手指 看着这暧昧的一幕 玉琪有些惊讶 淳屋却丝毫不觉得有什么 自顾自的剁着小花 没有理会玉琪 隔天,玉琪去海边找 正在和玩伴做游戏的小花 发现她一直在嚼着什么东西 小花张开嘴展示给玉琪看 是一枚耳钉 这是唇物给她买来的 不过她现在没有耳洞 所以还不能戴上 玉琪愈发觉得两人关系奇怪 尝试着和小花聊起唇物 小花认真地打量了她一番 笑着开口说道 玉琪小姐真是个美人啊 但你不懂我父亲 所以我和她说过 玉琪小姐是不行的 我父亲一直都渴望有一个家 你永远无法代替我来照顾她 说完 小花就和玩伴们一起离开了 玉琪看着小花离去的背影 紧锁眉头 决定放弃这段感情 同样注意到这对妇女感情异常的 还有隔壁的大严先生 他曾亲眼目睹过 小花亲密地像出差归来的唇物所闻 就像是妻子一样 这让他不禁起了疑惑之心 开始私下联系小花的其他亲戚 看是否有人还愿意收养这个女孩 这一天 唇物又要出差 小花得知后 神色冷淡下来 显然舍不得这个男人的离开 唇物为了哄她 将手指塞进她的嘴里 让她瞬息 然而小花还是不满 唇物的手 开始在她身前揉拈 小花身子一颤 轻声说道 这样会弄乱衣服的 唇物就将她的衣服脱了下来 然后两人基本在了一起 当唇物要更进一步的时候 小花恍惚间觉得周围下起了血雨 渐渐地 血雨会成了河流 他就在其中奋力地和这个男人欢愉着 忽然 正在想说的小花猛地一抬头 赫然发现大岩先生正站在窗外 他连忙叫停唇物 大岩先生立刻跑开了 目睹这场不堪的大岩先生找到小花 表示还有其他亲人可以收养她 自己会帮忙联系的 然而小花却不理她 在父母双亡后 第一个来找她的就是唇物 其他的亲人全都对她不闻不问 所以她早就已经认定 这个世界上 只有这个男人会真正地爱自己 也没有哪个女人 能够代替自己照顾这个男人 知道大岩先生知晓自己和养父之间 不伦秘秘的小花 心中蔓延出一个可怕的计划 头也不回地走上了海面上的伏兵 大岩先生有些心切 他快步跟上 讲出了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 当年他曾经目睹唇物 掐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小花心中一灵愤然回头 此时的他杀心已定 难难道 你消失就好了 大岩先生没有察觉 继续劝说道 你还小 不懂男女之情 感情会让人疯狂的 虽然你不知道 但我要告诉你 那个男人和你 没等大岩先生说完 小花就将他推到一块伏兵上 然后踹断了冰层 大岩先生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小花是故意将他引过来谋杀的 看着伏兵上的大岩先生 飘向大海 第一次杀人的小花哭了出来 他奋力喊道 他可是我的全部啊 输材归来的纯雾 得知了大岩先生 被冻死在海上 小花告诉纯雾 是自己做的 纯雾没有丝毫震惊 自顾自的开了一瓶啤酒 反而问小花 他的眼镜去哪了 神色金黄的小花没有回答 而是熟练地解开了 纯雾的扣子跪了下去 纯雾问道 真的是你做的吗 小花哽咽着回答说 我不后悔 大岩先生如此离奇的深谷 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怀疑 纯雾明白此地不宜久留 他辞去了工作 借口小花要去东京上学 匆忙搬走了 在东京 纯雾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 微薄的收入和巨大的生活压力 让他愈发落魄 再也不是当年意气风发的模样了 就连给小花买一套新衣服 都要去预知薪水 这天他休假在家 一名调查大岩先生案件的警察到访了 警察拿出小花一落在案发现场的眼镜 纯雾大惊失色 杀心暴起 趁警察没有防备 将他残忍灭口 浑身是觉得纯雾缓了缓身 拼命地在水池边 洗刷手上的血水 他有些诧异自己会做出这一切 但一点也不后悔 因为他不能失去小花 小花是他唯一的家人了 也是他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当年孤家寡人的他 将小花领养回家 本一是想要一个小小的家庭 他也准备好承担起一个父亲的职责了 然而带小花回家的那个晚上 当他讲述完自己的过往时 年仅十岁的小花 一眼就看穿了他生命中的空虚 仰起小脸说 我们亲吻吧 来 就是从这一刻 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种特殊的情感 从纯雾的心中蔓延开来 随着小花一天天长大 他不由自主地迷恋上了小花的一切 两个人的灵魂 也早就在这段扭曲的关系中 融为了一体 小花放学回到家 发现纯雾蜷缩在厨房灶台边 和身是血 他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纯雾有些神色颠款的男男自语着 他妈的 是谁告的命 已经暴露了我们 坏了坏了 这时外面香气绚烂的烟花 今天是焰火大会 人们熙熙攘攘的都聚在外面 看着天空中的花团紧簇 而小花看着这个狼狈不堪无助的男人 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在这一刻 他似乎很有成就感 因为他最爱的男人 为了保护他而杀人了 画面一转 一晃多年过去 警察的尸体已经在碧桂里落花风干 而随着小花和纯雾的年龄增长 两人都不禁惊骇地发现 彼此已经深陷伦理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他们是不可能一辈子厮守在一起的 这样的禁忌之恋 一旦被揭开 所有肮脏黑暗的往事 就将体无完肤地暴露在阳光下 自从杀了人之后 纯雾的精神开始变得不正常了 他每日在房间里抽烟酗酒 也从不收拾屋子 就像是废人一样生活在垃圾堆里 而小花也察觉到 纯雾对自己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十分痛苦的他 决定试着中断这样的关系 他尝试参加朋友聚会 和一名年轻帅戏的同事交往 而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纯雾陷入了纠结 一方面 他无法接受自己的挚爱 爱上另一个男人 但另一方面 他有希望小花可以离开自己 拥有一段正常的恋情 这将是解开这场死局的唯一办法 这一天 和那友约会回来的小花 发现纯雾正颓废地躺在垃圾堆里抽烟 他走过去问 你在干什么 纯雾看了看他 将手中的烟盒扔过来 低声说道 我后悔了 烟盒落在小花面前 这是纯雾一直在抽的希望牌香烟 看着盒子上 HOP一四个字母被捏得变形 小花心念一动 转头去街角的自动贩卖机 买了一听饮料 接着又不由自主地蹲下哭了起来 纯雾无法割舍小花 小花又怎么会割舍掉纯雾呢 他依然记得 许多年前的那个晚上 纯雾认真地告诉他 从今以后 我是你的男人了 这一句话 像是一个魔咒 将他牢牢地束缚住了 他将自己的所有 都给了这个男人 因为这个男人 就是他的全部 以前他还小的时候 曾经天真的以为 只要有爱 什么都不是问题 他可以一直和这个男人 这样生活下去 而且 他们还为彼此杀了人 可惜长大后的他才发现 自己那时 真的太过幼稚了 这天 男友松喝醉了的小花回家 纯雾在门口将小花接了过来 顺便也将男友招呼了进来 当进门的男友 看着如同垃圾堆一样的房间 吓了一跳 接着 他又看到纯雾和小花之间 毫不避嫌的心理举动 更是十分诧异 纯雾将小花照看好后 命令小男友 将上衣脱下来 小男友也先摸不着头脑 不明白纯雾要干什么 纯雾直接过去粗暴地 将它扒光 然后疯狂地吻了起来 还瞬息了小男友的手指 小男友被他变态的举动恶心到了 一把将它推开 躲门而出 倒在地上的纯雾 脸上露出落寞的神色 喃喃着 这个小子是不行啊 他身上没有他的味道 接着 纯雾望着熟睡的小花 眼眶中热泪打转 哽咽着自言自语道 我只是想成为他的父亲啊 一段时间之后 无法承受压力的小花 终于离开了纯雾 消失在了他的世界中 一晃几年过去 这天东京下着小雨 年近半百 一桌邋遡的纯雾 走进一家豪华酒店 大大咧咧地 坐在了一张餐桌前 对面坐着的是小花 和他的未婚夫 今天是两人订婚的日子 纯雾点上一支烟 轻蔑地看了看小花的未婚夫 然后指着小花说道 消失三年了你 今天订婚才通知我 这几年你变得可爱了 小花脸上都出复杂的神色 没有说话 旁边的未婚夫则殷勤地 拿着菜单问纯雾 要点什么 纯雾冷哼一声道 你不行的 未婚夫一冷 不明白纯雾是什么意思 只见餐桌下面 小花的脚 如同蛇一样 爬上纯雾的腿 纯雾心念一动 望向小花 此时光影流转 偌大的酒店中 仿佛只有他们两人 气氛诡异又奇幻 小花轻轻说道 恭喜你 爸爸 影片结束 这是一部 十分晦涩难懂的文艺片 改编自日本同名小说 《我的男人》 影片中有一个情节 只通过对话 朦胧地暗示了几下 并没有点破 小花的父亲 是纯雾的叔叔 两人从辈分上来说 是堂兄妹 但当年纯雾在青春年少的时候 绿了自己的叔叔 所以小花其实是 他的亲生女儿 而纯雾一直认为 小花并不知情 其实小花很早就知道了这件事 这件事也让他认为 是自己和这个男人之间的羁绊 他对纯雾的感情是炙热 不顾一切的 他认为 只要两人足够的爱 就能冲破一切世俗禁忌 但纯雾却渐渐想和他 保持正常的妇女关系 所以他就开始不懂纯雾了 他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突然不能满足这个男人了 这个男人是不爱自己了吗 可是他曾经为了保护自己 宁选杀人呀 后来他选择消失 逃离着伦理和情欲编织的网 但最后在订婚桌上 纯雾一眼就看出来了 小花心中仍然是爱着自己的 所以他最后对未婚夫 轻蔑地说了一句 你不行的 因为只要纯雾自己一招手 小花就会乖乖地回来 继续做他的好女儿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 一如既往的支持 下期视频继续咱们的 亚洲破伦理系列 咱们下期再见